这里便是山东汉匪刘黑七被击毙的地方 山东费县柱子山 民国出业军阀混战 匪患遍及我国 但遗蒙最为严重 在这里的人们可能不知道袁世凯 张宗昌 但刘黑七 孙美瑶 赵嬷嬷的恶名 富如皆知 刘黑七本名刘贵堂 1915年他23岁 与当地欺民无赖败了靶子 也是这一年 十多个土匪去刘黑七村里打劫 别人都跑了 刘黑七却藏在旁边静观其变 土匪离村时 他掏出石块砸死一人 抢了一支枪 全身而退 1919年 刘黑七扩充到300多人 开始打架劫舍 这引起了官府的注意 结果派兵围剿17个月 刘黑七非但没有被灭掉 反而增加到了千人 1927年底 刘黑七已经膨胀到了万人 并且发明了很多酷刑 把山民填满井后 再用乱石封井 叫做塞井眼 把人拴树上 嘴里塞满炸药 然后点燃 称为放人炮 最令人发指的 便是把人活埋 只留头部 骑着马在旁边来回奔腾 最后铁蹄踩头 血喷树齿 称为放天花 20世纪30年代 他流窜华北一带 干尽了坏事 全面抗战爆发前 他曾洗劫鲁南莱燕村 一次就杀害了700多名村民 抗战开始后 他时而投降日军 时而投靠国民党 由于他善于脚踩两只船 不久就在鲁南称霸一方 鱼肉人民 刘黑七匪部中曾流传着一串歌谣 巨牛请地靠沙河 不如钢枪压着脖 想要欢 上戏班 想要玩 乘花船 想使钱 赏流团 要看媳妇亲兵连 就这样 刘黑七从一个穷光难 靠着百姓血汗前 一跃变为了爆发户 他不仅在多地购得公馆别墅 还在天津租借里买下了阳楼华玉 很多人说刘黑七很孝顺他的母亲王大脚 但刘黑七孝母的衣食全部沾满百姓鲜血 多少慈母幼童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孽子为匪 母亲不以死相劝 枉为人母 他的孝又从何而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刘黑七再次投日 被围以黄邪军前进总司令 三度窜回山东 继续祸国殃民 他协助日寇尾丸 对我们抗日根据地日夜袭扰 后来他遭到八路军的打击 开始向国民党靠拢 1943年初 刘黑七接受了国民党新编第36师的封号 于是便与该部勾结在了一起 疯狂的围攻八路军天宝山根据地 八路军忍无可忍 奋起自卫 将刘春林部赶出了鲁南地区 刘黑七失去靠山后 马上又投靠了日军 这时驻山东日军因为支援太平洋战场 刚调走了三个师团 正赶到兵力捉襟见走时 刘黑七来投了 于是刘黑七摇身一变 成了和平建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师长 但狡猾的他 同时保留着国民党新编第36师的番号 凶狠的土匪 实则神经极为脆弱 他们不敢用正常的语言 多用黑话 如姓杨的就叫爬山子 姓黄的称为槐花子 姓渝的则叫顶浪子 山叫老硬子 河叫大横子 下雨则叫百江子 1943年 王露水调任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治委员 7月 他联合鲁中军区集中八个主力团 配备了多门野炮 一举捣毁了刘黑七的据点 南国拳 刘黑七在战斗中损失严重 仓皇逃窜到了咱们现在所处的费县柱子山一带 原本一万多人的部队 此时只剩下1500人 11月初 鲁南军区未配合鲁中军区反扫荡 决定发起为奸刘黑七柱子山战役 政委王露水下了死命令 这次一定要活捉他 没有活的 死的也行 而刘黑七在这里每天都是提心吊胆 如惊弓之鸟 他找来五六个替身已必不测 晚上睡觉 有时睡在羊圈 有时则在马厩 1943年11月15日深夜 经过三小时激战 刘黑七固守的明雕暗保全部被摧毁 但战士仅在正房内擒得刘黑七的小妾 但却没看到刘黑七的踪影 原来是在大围墙被炸时 刘黑七趁乱 带着一个副官 一个警卫拽着绳子逃跑了 荒步择路之时 副官被扶 警卫被毙 刘黑七只身狼狈逃窜 何荣贵见这人无短身材 脸黑的像碳 浑身长毛 正是传说中的刘黑七 所以何荣贵等赶紧追击 一颗复仇的子弹正中刘黑七头颅 这个横行半个中国长达29载 屠杀无辜百姓多达20多万的混世魔王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